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小哥 今天这期视频是一期家用咖啡机教程 双十一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 大家都剁手了没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家用半自动咖啡机 萃取espresso和打发牛奶的一个经验 我身边这台机器是solid的家用半自动 它是50色的粉碗 单孔的蒸汽 今天我会先讲萃取的部分 再讲大发奶泡的部分 如果你们刚好有家用的咖啡机 而且是单孔蒸汽棒的 你们一定要往下看 首先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家用的这种咖啡机 你们在做咖啡之前手柄一定要先用热水预热一下再做 如果是常温的手柄 你放了咖啡粉进去 你做出来的咖啡的味道和预热好的粉碗 它的味道差别还是很大的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杯浓缩 如果你在家里边用的咖啡杯是200毫升以上的 我建议你要用双份的粉碗 经过我的测试 然后这个机器想要达到一个均衡的萃取的话 压力是在12瓦左右 整个萃取的流速它就会比较均匀 比较平缓 想要达到这个效果 因为它这个粉碗是刚好能装16到18克左右的 我用16克 正负1克 根据粗细来调整都OK 调整一个合适的异式的研磨度 然后填压平整 然后再填压 这个机器它有一个自动浴浸泡 加上浴浸泡呢 萃取了这个29秒 这个相当于是就是萃了一个double espresso 那今天呢 我们最主要是对比一下 就是这个16克的咖啡粉 在这个粉碗里边不同的粗细度 它萃取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分别会用那正常的制作espresso的研磨度 以及太粗的研磨度和太细的研磨度 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这三种萃取的状态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通过萃取的压力表大家可以看出 太细的咖啡粉它的萃取压力会超过12把 流速就会很慢 滴滴答答的甚至根本出不来 那做出来的咖啡呢就比较焦苦 正常的萃取的压力呢是在10到12把之间 那它的流速呢就很平顺 萃取出来的咖啡呢酸甜苦比较平衡 相反如果咖啡粉太粗 那它的萃取压力呢就达不到正常的萃取压力 那流速就会很快 Sresso喝起来就比较酸涩 打奶泡的部分呢因为是单孔的 那我之前做过教程 打奶泡的时候呢要先让牛奶旋转起来 同时进气 等发到我们想要奶泡的厚度之后 再停止进气 保持旋转来收细打棉奶泡 那到了60到65度左右的时候呢 停止打发 这个时候的温度呢 你的手摸到拉花缸 大概能坚持个两三秒左右 这样呢你就能打出来一杯 亮如镜面的奶泡 这是打好的这个奶泡 然后这是刚才萃取了这个浓缩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杯dirty 做dirty呢一定要用冰杯 一定要用冰杯 杯子要先浴冰一下 那萃取的时候呢 那尽量要把萃取出来的咖啡液离杯子近一些 那这样的话呢 那萃取出来的咖啡液 它再进入到牛奶里边 它就会有产生慢慢浸透的效果 那另外咖啡的萃取的流速一定不能太快 哇完美完美完美 那这个尝一尝尝尝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给你做的dirty 好不好喝 这个dirty 哇好丝滑 好喝是吧 嗯 付钱 你请我喝的 好那最后我再讲一下清洁 装上塑料的盲碗片了之后呢 放一勺咖啡机的清洁粉 再做三到五次的反冲洗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咖啡机使用的频繁的话呢 一周做一次就可以了 另外切记做完清洁之后的第一杯咖啡 不要喝 把它倒掉 希望大家剁了手买了一次咖啡机的小伙伴 可以玩起来 不要在家里躺着吃灰了 Cheers 订阅 C的